你們在家裡 我是誰 我是誰 這是什麼啦 哈哈哈哈 你一起在家裡 漂亮嗎 哈哈哈哈 好想剪頭髮喔 嗨沛寶 今天影片的主題蠻有趣的 主要就是我想每個女生在人生不同的階段 總是會想說我到底該繼續剪短 還是把頭髮流長 我到底該剪劉海嗎 還是長劉海好 我要染深髮色還是淺髮色好 各式各樣的髮型困擾 我要來做個實驗好了 因為我自己其實呢 從小學 小學六年級開始 就是短髮了 然後中間就是大學畢業的時候 要當模特兒的關係 所以有流長過 流長大概到這裡吧 然後又覺得受不了了 就剪斷了 從此之後再也沒有長髮過 很多配寶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留長髮呢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 好吧 那我們來體驗一日長髮 那我現在呢 就是準備了一頂假髮 是今年非常流行的這種灰藍色調 如果有人要去染髮的話 你可以染這個顏色很好看 好 稍微整理一下 好 那我覺得素顏不太好看 我們現在馬上來化妝 好 基礎保養完了 接下來我要上底妝了 今天呢 來介紹一款我近期的新歡 馬克雷貝的精華粉底 它在日本是14年精華粉底類別 連續銷售冠軍第一名的喔 然後賣出的數量已經快要破千萬了 據說就是在日本的女生 每4個人中就有一位有使用過它 在台灣的話呢 也是今年女人我最大 女大賞粉底類的票選冠軍 目前的話呢 台灣就是在賣場 跟康士美的一些指定店鋪有販售 那我會在影片資訊欄的地方 就是提供連結 你們可以看一下 白色軟管包裝設計非常輕巧 防曬係數有SPF35PA三格價 是屬於高係數低負擔的防曬 對於日常外出使用的話呢 溫和不負擔 它裡面的成分呢 相當有誠意 還有62%的精華液 內含了5種膠原蛋白 跟3種玻尿酸 所以它是一款可以保養的粉底液 保濕效果非常好 好 我先把頭髮勾起來好了 長髮 還會擔心弄到頭髮 好這款精華粉底 它的質地真的很像是那種精華液跟乳液 非常古溜的柔滑輕盈 那它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 用手就可以輕鬆的推勻了 用手的話 你用量搞不好還可以再更少一點點 他們官方的建議用量是10元硬幣大小 塗整臉 但我覺得蠻多的 如果說你要搭配它的粉撲 或者是用刷具的話 可以用這麼多用量 但用手可以 少量一點點也可以完成這樣子的 一個透明光澤感美肌 它主要是利用光的反射 去自然遮蓋一些斑點細紋跟毛孔的部分 我現在只上妝半臉 我覺得先從遠看好了 遠看你會覺得好像沒有落差非常大對不對 就只是自然的修飾 但我覺得這款粉底液心機超重的 近看之後會發現很多小細節 它真的修飾得很好 我的素顏額頭這一塊呢 其實是毛孔比較粗大的 這樣看得到齁 然後呢 當被修飾之後 它的毛孔修飾效果 我覺得挺好的 還有呢 眼周這邊 就是眼角會有一些比較暗沈 黑眼圈的部分 它薄圖一層之後的修飾效果 我覺得還蠻滿意的 再遠看一下 我這邊其實是有還蠻多斑斑點點的 薄圖一層之後 你會發現 斑點怎麼不見了 重點是這個滋潤度太高了吧 好那我現在趕快把另外半邊臉也上妝好了 好現在呢 就是全臉用完精華粉底 上妝的底妝感覺 我覺得服貼度真的是超級高的 這款精華粉底的話呢 它是13ml 然後可以用一個半月到兩個月 我覺得CP值算是很高的 但CP值更高的是什麼呢 它直接搭配蜜粉餅了 讓你就是定妝的時候可以使用 或者是你外出後續需要補妝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帶這個蜜粉餅 這個蜜粉餅 如果你用搭證的贈品來說的話 超強的 因為本來想說就是搭證的可能 不會說太好用 但它出乎預料的好用 它看起來是有顏色有粉感的對不對 但其實它使用起來是透明 沒有粉感超輕盈 然後它定完妝之後呢 會有一種柔膠的粉霧感 皮膚就會看起來更好 好那我現在呢 趕緊繼續化妝囉 我今天用的眉筆呢 是Benefit十月新品 粉立體造型眉筆 那我現在用的色號呢 是3.5號 它們全新呢 有8個色號 我在Easter Guide上面 有全試色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我覺得今天呢 好像可以直接變成本月愛用彩妝上妝了 那接下來要用的呢 其實也都是我近期很喜歡使用的彩妝品 我們先直接打亮好了 這個Hourglass的新品 就是透明盒的這個限量版 我覺得它很好用 因為它直接呢 就是有打亮色3個 然後還有修容跟兩色的腮紅 它們家最有名的就是大理石腮紅的嘛 那上面這三個打亮 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會不會重複呢 就是它的功能是重複的 但其實不會 它的那個閃亮程度不一樣 最邊邊這個右邊的這個最亮 其他兩個很輕柔 最適合就是這種日常淡妝使用了 就是你不用擔心會下手過重 然後它很適合新手 它完全不會有那種粉感 跟不會讓你的毛孔變粗大 用刷具很好用對不對 但我跟你們講 這款打亮是你連用手 它都不會有界限 它的粉怎麼可以這麼細呀 好 直接用手 就打亮鼻樑這邊 有看到那個光澤感齁 是很自然輕柔的 好 顴骨還是搭配刷具好了 就這樣子刷在顴骨上 一整個 膚質跟光感做出來了 五官就變立體了 然後我前陣子看到有人分享說 男生最喜歡的妝就是 只畫一半的妝 意思是什麼呢 就只有眉毛跟腮紅或是打亮 我自己是覺得用打亮就好了 甚至腮紅都不用 然後接著呢就護唇膏 或者是淡淡顏色的唇彩就夠了 欸 這個護唇膏其實 我沒有覺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 不留平民 我只順手拿起它而已 今天要介紹本月愛用齁 那不要讓它出現 那我 我去挑一支唇彩 等我一下 好 回來了 現在呢挑了一支 就是我真的 最近幾乎每天都使用它 蘭蔻的水蜜光唇膏 那這一支呢 它是粉裸色調 非常適合素顏使用 有一點點淡淡的光澤感 它滋潤度真的是 比護唇膏好很多 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看的齁 我就是 只畫了眉毛底妝 打亮跟唇彩 就很乾淨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繼續畫眼妝好了 完成我的本月愛用彩妝品單月 近期我很愛用的真的就是這兩盒 Intergrade BR703 然後還有 心肌彩妝最新的 ORR331 這個漸層眼影盤 這兩個的話呢 我都有拍影片了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今天呢 我們用這個 心肌彩妝好了 因為它真的超懶的 真 想要快速出門的話 我一定會用這一個 然後這邊有眼影打底膏 你就先打底一下 然後接著呢 你就可以用它附的這個刷具 去刷這裡的那個漸層眼影 你看我有畫眼影 這邊的那個陰影深邃感 眼睛就被放大了 然後這邊就泡泡的感覺齁 好接著呢 再直接使用眼影棒 通常呢我就會直接 刷這邊 就是隨便挑個中間色 從眼尾開始 由後往前 然後再翻面 刷這個亮色 然後眼影棒呢 在沾最深的地方 當眼線 好 哎呦 長髮菜鳥 好走開走開 它們會干擾我化妝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畫眼線了 棕色眼線很適合 就是沒有帶隱形眼鏡的裸眼 這樣就好了 然後這支新色RD550 我就會拿它畫在下眼瞼 會刷到瀏海耶 瀏海走開 刷完跟沒有刷睫毛 有睫毛還是好看很多齁 好現在基本完妝了 我沒有看過我畫這個日常妝長髮的樣子 我覺得其實好像蠻好看的 那我覺得長髮跟短髮化妝不同的差別 在於說長髮會很干擾你化妝 就變成化妝的時候 可能要綁個頭髮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還有好熱喔 那個背後脖子這裡 就是有頭髮蓋著 你一直覺得好熱好熱 還沒有化完妝就會流汗了吧 不知道長髮女生是不是也都是這樣 就是化妝的時候一直覺得好熱喔 好那現在呢 我要幹嘛呢 呃我們先拍照好了 拍照上傳在instagram上面 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耶 皮炫 你在什麼臉 媽媽哪裡不一樣 人情在短髮 漂亮嗎 好跟狗完了一下 我就覺得頭髮好像 亂七八糟打結了耶 就會忍不住想要梳頭髮 長髮的人是不是真的花很多時間 在梳頭髮呢 還是因為 呃 我不習慣 就是看到他亂亂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其實是一個長髮一定會 每天都綁起來的人 可是不綁又好看啊 真困擾 好那我現在換衣服了 長頭髮換衣服應該就是要把它們放在同一邊 或者是綁起來 這樣子你的頭才出得去 對嗎 嗯 頭髮亂了 呃 真子 剛白梳了一次啊 早上換完衣服再梳頭髮了 莫名其妙 好我繼續換 短髮換衣服快好多喔 真是不需要再把頭髮拉出來 好 我再整理一下頭髮好了 再梳一次 會不會結果今天整部片就一直在梳頭髮 哈哈哈哈哈哈 好因為我覺得假髮的頭頂其實看起來都還蠻假的 所以呢 我就特地穿了一件帽T 可以這樣子戴著帽子出門 嗯 這樣 還不錯齁 但我覺得呢 等一下可能外面如果有風的話 頭髮會一直打結 所以呢要帶梳子出門 他半口袋 好出門 我現在看到的視野就是這樣 一直看到自己的頭髮而已 只要一低頭起來 就長這樣 臉都被遮住一半了耶 你就要一直不斷的剝頭髮 好出門 新開的 新開的 女生最喜歡的一區 菇類 丸子 海鮮 各種麵 超菜 熟食 辣味炸雞 欸太辣了耶 太辣了 腸髮吃東西也一樣很麻煩耶 就是他會一直跑到你面前啊 你到底是要刺頭髮一直吃東西 我把它塞了後好了 對 韓妞都是這樣 韓妞都是這樣 哈哈哈哈 有人喜歡看那種 呃吃東西的ASMR嗎 然後韓國的話呢 就很喜歡啊 那種生的章魚啊 什麼的 然後就直接 然後還有在打他的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們還是煮熟吃好了 喔他捲起來了耶 超可愛的 你有沒有交過長頭髮的女朋友 真的嗎 那我有交過光頭的 真的 那你覺得我長頭髮好看嗎 人要 哈哈哈哈 好像看起來很麻煩的樣子 嗯 好熱喔 那你錢人又有長頭髮會很麻煩嗎 抓得 誰家你要問我這種問題 其實呢 跟你們爆料一下 我跟大桃 交往家結婚已經十幾年了 我們都不太了解對方彼此的感情史 就是以前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覺得說現在跟未來比較重要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感情還不錯的原因 就是你不會去搬舊帳 不會去拿前男友前女友出來做比較 我覺得會少了蠻多問題的 所以我真的也不知道她的前女友狀況如何 那你都不肯說啊 你看我剛才一直問她就會 扯開話題講別的 然後她也從來都不曾問過我 都一點都不好奇 真奇怪 是水瓶座都這樣嗎 現在呢要去接小桃德 給她看我長髮的樣子 好爸爸進去接小桃德 我躲在門口這邊 然後等一下看她出來看到我的反應 出來了 嗨 嗨 嗨 我是誰 這是什麼啊 你要跟我回家嗎 你今天都變這樣 媽媽有乖乖睡覺所以頭髮長長 哈哈哈 不是你自己戴頭髮 我戴假的嗎 嗯 你在彎我頭髮 你要不要戴戴看 你要不要戴戴看 不要 我想看看 好看嗎 媽媽長頭髮漂亮嗎 嗯 漂亮嗎 嗯 可是你以前都不是這樣啊 我以前不是這樣喔 嗯 因為媽媽吃很多飯 對啊因為我剛剛吃很多麵麵 所以我頭髮就長得跟麵麵一樣長 哈哈哈 我是媽媽嗎 還是你有牽錯人 媽媽 我是媽媽喔 真的 你就這樣嗎 然後就這樣嗎 哈哈哈 你可以幫我梳頭髮嗎 哎呦 哈哈哈 哎呦 梳子上面有長頭髮是不是 你為什麼今天變短頭髮 漂亮嗎 你為什麼今天變短頭髮了 那你喜歡我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短頭髮 短頭髮 短頭髮為什麼 你不都喜歡長頭髮的公主 短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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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不喜歡你這樣 我只要你短頭髮 你不喜歡我這樣 你都掉豬肉了 誰嘟嘴 為什麼你不喜歡我長髮 你不是以前都說長頭髮的公主很漂亮 我只要我比較喜歡短頭髮 你現在喜歡短頭髮了 那哪個公主是短頭髮的 你 哈哈哈哈 哇 我 給你一點道具啊 好啦 誰那麼可愛 我是公主 嗨 哈囉 你們好 嗨 嗨 這麼熱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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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發現什麼奇怪的事嗎 媽媽 就全頭髮 戴假髮 怎麼沒有 不戴假髮嗎 怎麼沒有發現 哈哈 哈哈 好看嗎 你好看 不好看 爺爺的你快樂 那就是爺爺看喔 好多角色 你很厲害 好多糖果對不對 對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他吃飽了 好他吃飽了 他其實呢 呃就是 不太喜歡把他的毛弄髒 所以呢 就會 有時候 如果是比較濕的這種罐頭 他就 不願意就是自己低頭去吃他 覺得他這種鬍鬚都會弄髒 他就喜歡人家用湯匙餵他 不然的話 如果你不餵他就不吃 寧願去吃他的那個 乾娘巔峰的肉片 爸爸就給你玩 好你趕快先吃面面 頭髮才會長長 來了來了 準備好囉 準備好囉 趕快進去 謝謝 哈哈 進去 你看他飄走 好大桃小桃呢 現在在樓下玩遊戲 玩得非常的開心 所以想說 欸把握時間 我要趕緊來卸妝洗臉好了 好洗完臉了 那我現在要洗澡了 要怎麼脫衣服啊 可是我覺得我脫衣服的腳髮 就一起掉了 啊 哈哈哈哈 啊 洗完頭好舒服哦 短頭髮就是 洗頭髮 吹頭髮都很快速 我喜歡這種有效率的生活 好 那因為等一下呢 就要準備幫小孩洗澡 然後接著呢 睡覺了 再繼續戴上夾髮 睡覺應該還是會掉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所以呢 我們今天晚上 就先到這裡結束好了 那 但我還是會補完24小時 明天早上5點 我要起床直播 所以現在外面要準備架設 明天要工作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明天再繼續記錄好了 天還沒亮 這個才是主角 就是直播的主角 這麼大的一盒 好準備就緒 我們要開始直播囉 好直播完了 外面也天亮了耶 謝謝你們看 天亮了 好剛直播在這裡 好 先吃早餐囉 吃 吃葡萄乾嗎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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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看完我的24小時長髮體驗 應該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我這個菜鳥 跟我的長髮很不適合 就是 嗯 我覺得任何事情 人事物都一樣 需要一個磨合期 突然變長的長髮 會讓我的生活 瞬間變得怪怪的 就像 我現在穿短袖 他一直碰到我的手 我覺得好癢喔 就癢癢的 然後 洗頭 吹頭髮 雖然我沒有幫他洗頭 幫他吹頭髮 但是我光是自己短髮 我就已經覺得夠懶夠累 手很痠了 我沒有辦法想像說 我頭髮這麼長 我還要幫他洗頭髮 吹頭髮 然後每天梳理他 太花時間了 真的太花時間了 好啦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 長髮好像真的蠻好看的 尤其是我昨天不是 PO照片到instagram上面去嗎 大家都一直說長髮好看 我早上直播的時候 也是很多人就開始說 長髮好看了 你們覺得我長髮好看 還是短髮好看 或者是你們有想到什麼是 長髮跟短髮 生活上不同的 想要說服我長髮 或者是 想要叫我趕快剪短髮 都歡迎留言給我囉 下次想要看什麼主題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見囉 BYE 感謝你們陪我度過了長髮的24小時 好漂亮喔 很美好看好美喔 很可以很美好美喔 好美我想要染這個顏色 長髮配例是不一樣的美 好美 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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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啦 唉唷 我去夾沙灘 喜歡影片去夾沙灘 你不要忘了 阿富拉雞喔 訂閱你 他喔